在这一周当中,股市失守3000点后迎来多机强竞争 国家对中央汇金入场互盘 中央财政发行万亿国债转移支付给地方 港股下调交易樱花税 股市债势信心逐渐恢复 A股指数西数翻红 北向资金终结多日净流出 大盘触底反弹重回3000点 与此同时,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召开 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州州长 王毅在华盛顿会见布林肯 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又将如何发展 大家好,这里是周五晚七点 在大事件中看见大趋势 我是小山 就在上周节目发布的当天 互指失守了3000点大关 此后的市场走势变一跌再跌 A股的三大指数集体跌超2% 互指更是创下年内新低 逼近2900点 而就在市场即将见底 信心严重不足的紧要关头 国家队的一季出手救市 开始了局面的逆转 10月23日中央汇金发布公告称 公司在当天买入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并将在未来持续增持 这是汇金公司在本月内的第二次出手 两周前他们刚刚斥资近5亿元 增持了四大行 这样一来 稳定市场的积极信号就更加明显了 而对于汇金公司具体买了多少股票 ETF 他们并没有在公告中透露 不过从一些公开数据当中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比如10月23日当天 A股的股票ETF净流入了将近47亿元 那么分板块来看呢 当天份额大增的有科创50 护身300 还有创业版等等的ETF 他们的增加份额对应的规模增量呢 大约是50亿元 在中央汇金买入ETF之后呢 多支ETF应声上涨 第二天科创50 中正500 还有中正1000的ETF涨幅呢 都超过了1.13% 到了10月24日 更加重磅的利好消息传来 人大通过决议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 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 全部都是以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 这笔资金呢 重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 还有提升防灾救灾能力 这一政策当中 有些细节值得注意 一个是这笔万亿国债 将分成两笔安排使用 今年呢 用5000亿再转结明年5000亿 还有呢 就是这笔钱将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 到期时的还本复息 由中央承担 而不会再增加地方的偿还负担 这样一算来呢 全国财政赤字将从3.88亿元 增加到4.88亿元 而以往为了防范风险 控制在3%左右的 全国财政赤字率 也将提高到3.8%左右 超过了2020年在疫情下调整的3.6% 可见 政府刺激经济的决心 有分析就认为 这次突破了3%的红线之后 那么未来几年的财政政策 会更加的积极 不再会以3%为赤字率设限 此外 根据业内人士分析 由中央发行国债 在转移支付给地方的目的呢 是为了给地方财政书写 现在地方财政十分吃紧 还不起账 赚不到钱 一边呢 是压力山大的地方债务问题 另外一边 地产不景气 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 冲击着地方财源 这方面的最新数据是 9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 同比下降了21.3% 中央加杠杆资助地方之后呢 不仅可以加强地方基建 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 还有利于地方去解决 目前最棘手的地方债务问题 从而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 优化债务结构 另外 这次发行的国债的时间 也是不同以往 选在了第四季度 而不是明年年初 那么有业内人士就分析 这样做呢 是一种政策上的提前部署 为了明年的稳增长 特别是明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提供政策弹药 同一天 全国人大还授权国务院 提前下达了地方债新增限额 按照今年的60%计算呢 新增地方债提前下达的规模 最多将到达2.7万亿元 这2.7万亿元 加上今年可以使用的国债5000万亿 四季度的增量资金 就达到了3.2万亿 预计国内的各项经济指数 也会随之来一波强势反弹 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卢哲在财经网发表的文章中预测 这一次增发国债之后 预计可以拉动3万亿投资 假设是分3到5年完成 那么明年将增量投资 6000亿至1万亿 可带动明亿GDP增速 0.5到0.8个点 按此计算呢 明年GDP保五的目标 也是大概率可以实现的 此外地缘局势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近期美国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在突破5之后有所回落 同时呢 市场预期美联储11月 或暂步加息 这样一来呢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会趋于稳定 贬值压力较小 另外10月25号还召开了 中美金融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是由两国财政部副部长 及官员主持 双方就两国 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 双边经济关系 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等等议题 进行了沟通 那么也传递出 中美关系止跌起稳的信号 在多重利好作用下 A股三大指数悉数翻红 互指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 北枪资金终结了 连续八个交易日的净流出 净流入呢 超过了70亿元 截至今日收盘 互指收涨0.99% 涨到了3017点 我们再来看看中美外交方面的消息 10月25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 习近平指出 发展好中美关系 需要汇聚各方力量 并且重申了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三原则 坚持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10月26号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华盛顿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王毅说 这一次的访问呢 是对布林肯今年6月访华的回访 他表示 希望中美双方通过深入和全面的对话 推动双边关系 止跌其稳 尽快地回到健康 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资本市场这边呢 还有一则消息 10月25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市政报告中表示 香港将下调港股交易印花税税率 从目前的双边征收0.13% 下调至0.1% 在此之前 市场对调减印花税税率的呼声已久 不过呢 这次调整的幅度是不及市场预期的 有分析师就认为 对比8月份 A股市场印花税减半的措施 这次港股的调整呢 只是回到了数年前的水平 对提升市场流动性的作用不大 另外这份市政报告里 还提及了新制业印花税减半 外来人才制业印花税 先免后征 新生儿2万元港元奖励 还有投资3000万移民香港 等抢人才相关的政策 在上周整体GDP数据出来以后 29个省份也陆续交出了前三季度的成绩单 有15个省份超过了全国5.2%的增速 其中海南呢 是以9.5%位居榜首 其次呢 是内蒙古7.2% 另外还有8个省份的增速是高于6的 海南的增速较快 得益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 以及今年呢旅游暑期的旺季 接触型服务也回暖的原因 此外上海黑龙江陕西等省份 由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同比下降 拖累了经济增长 此外呢 9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9% 连续两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随着市场需求的恢复 营业收入呢 也在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之后 开始转正 变成了增加0.3% 这也拉动三季度利润 由降转增达到了7.7% 三大门类的利润也都有所改善 另外呢 还有一些和房地产相关的数据出炉 前三季度 钢铁行业实现利润总额621亿元 同比下降超过三分之一 销售利润率仅为1.33% 注意较低水平 刚才的出货量同比增加了三成 分析认为 从供需态势看 钢铁行业的供给大于需求 而建筑业用钢需求的收缩 是销量少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关的还有挖掘机的销量 10月份挖掘机的国内外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了43% 还有25% 其中出口的跌幅 可能会降到年初以来的最大 我们再来看看金融领域的消息 10月22日 中央汇金旗下的两家一线券商 同一天宣布换帅 其中现任银河证券董事长陈亮 将出任中金公司党委书记 他还将接任沈如军 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中金公司的CEO黄昭辉将到零退休 接任者将从内部高管中产生 银河证券的董事长 可能暂时由总裁王胜代理 而王胜是去年7月份 刚刚从中金公司调到银河证券的 宣布换帅后的第二天 中金公司发布公告称 公司去年发布的270亿配股方案 过激作费了 当时这项方案拟定 以每10股配3股的方式 向全体A股及H股股东配售股份 配股这种融资方式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如果投资者不选择参与的话 他们的权益就会被摊薄 配股的做法也会在短期内 稀释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往往会带来股价下跌 去年中金公布这一方案的当天 他们的A股股价就大跌超过了9% 不过配股对于券商而言 确实是募资最快 难度最低的一种方式 所以很多券商都选择这样做 但今年以来 A股行情不断走低 还没有券商成功地在A股实现在融资 11月26日 近万亿市值的中国人寿业绩暴雷 引起市场震动 财报显示 中国人寿三季度净利润5300万 同比下跌了99.1% 原因是受到全营市场 持续低位运行的影响 中国人寿的投资收益同比下滑 再加上该公司大幅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前三季度损失超过了320亿元 本周还有不少政坛人士方面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10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10月2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决定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 国防部部长职务 免去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 免去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任命英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免去刘坤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兰福安为财政部部长 10月23日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林承兴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中央纪违要查 林承兴是2021年年底以来 烟草反腐风暴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至今 首名被查的一把手 目前他已卸任五年多 而他在烟草试图起步的所在地江西 也已经有多名官员落马 因涉嫌受贿而被逮捕三个多月后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李春生将于湖南受审 李春生是中共二十大后公安系统的 首名落马高官 曾在公安部任职七年 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长达八年 他被控涉嫌犯罪时长近二十三年 10月25日 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靖蕾 由于在北京丰台长丰医院418 重大火灾事故中的失职失责问题 被给予了政务警告处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0月26号 神舟17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 并与空间站完成对接 它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杨洪波 唐盛杰和江心灵组成 三人平均年龄不到39岁 是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 平均年龄最小的乘组 目前神舟16号的三名航天员 景海鹏 朱阳柱 贵海潮还在空间站执行任务 在神舟17号对接成功后 中国空间站将有四名第三批航天员载轨 标志着新老交替的到来 再来看看商业科技的动态 微软三季度营收达到了565亿美元 同比增长12% 创下过去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净利润也有26%的大幅增长 其中营收最高的板块是智能云业务部门 在AI热潮的带动下 微软Azura公有云服务业务增长了接近30% 其中人工智能服务贡献了3%的增长 相比之下 谷歌云业务的增长就不及预期 财报显示 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三季度的总营收 约为77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1% 净利润的增长更是超过了40% 那么其中营收将近600亿元的广告业务 仍然是主要驱动 但云业务的收入仅为84亿美元 增速放缓至22%左右 此外 谷歌的降本增效仍在继续 一年之内员工减少了4000多人 同样还在财源的Meta也发布了财报 他们三季度的营收超过了34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3% 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净利润也同比增长了1.6倍 和谷歌相比 广告业务占据大头 创下了Meta98%的收入 此外 CEO扎克伯格在业绩会上表示 Meta明年最大的投资领域将是人工智能 高通再发PC芯片 10月25日 高通推出了面向Windows笔记门电脑的处理器 骁龙X-Elight 高通还把这款芯片 与苹果和英特尔的产品做了对比 数据显示 在CPU性能相同的情况之下 骁龙X-Elight的功耗更低 高通表示 搭载了这款芯片的电脑将会在明年年中上市 10月24日 科大讯飞发布了新火认知大模型3.0版本 并表示 这一版本在中英文能力上可以对标GPT3.5 科大讯飞在19年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之后 就开展了国产替代 现在他们使用的是华为的AI芯片升腾910 他们计划在华为帮助搭建的大模型算力平台上 训练对标GPT4的大模型 并于明年上半年推出 好了 这就是本周的周五晚期点 保持乐观 咱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